我叫吴柯和 来自于台湾台北 在上海也有七年了 现在从事餐饮行业 开了一个story的咖啡店 吴柯和曾是一名机械工程师 在台湾从事医疗设备开发 2015年 因公司外派来到上海 外派工作结束后 吴柯和却选择辞职留在大陆 我觉得还年轻吧 就想要闯一闯 不然也不知道自己能力在哪里 刚来上海的人觉得 哇 上海五光十色 十里洋场 好吃的 然后好玩的 在上海有很多话剧 我自己也很喜欢话剧 真的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 待在上海生活不掉 你可能会觉得你跟台湾很不一样 吴柯和说 相比与冰冷的机器打交道 他更喜欢与人交流 创业之初 他与朋友合开了一家中式鸡尾酒吧 开展新中式酒文化的推广 在赚得第一桶青后 他又开办了名为story的咖啡店 希望五湖四海的朋友 能在这里分享自己的故事 就是我从创业 然后开店 然后跟客人交流 然后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 我好像过了好多人的人生 就是不会是像只有是 吴柯和 诶 出生在台湾 然后工程师 然后这样子生活 你会觉得别人告诉你的 好像你自己亲身定力一样 就会觉得 生好像 没有那么的单一 然后也就是希望 我把我的故事跟别人讲 然后别人也可以 把他的故事跟我讲 如今 吴柯和在上海的事业 蒸蒸日上 也收获了可贵的友谊 除此之外 他还将事业拓展到了苏州 他说 正是因为选择了上海 才有今天的成绩 其实是因为来上海 你才有这样的思维 就是我也曾经一直在想 我在台湾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给自己的答案就是 不太可能 当时想了就只有 起来上班 下班回家 每天走而复始 来了上海了之后 你会知道 它不仅仅是进步 如果要形容的话 我在台湾就有点像 温室里面爸妈圈养的盆栽 来到上海就变成像 那个蒲公英的那个种子 飘啊飘飘飘 不知道飘到哪儿 飘到屋顶上面 自己慢慢长吧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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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